各位乡亲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南投县议会秘书长陈国中 非常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收获民意频道民意论坛的节目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探讨是南投县是以农立宪 那我们所有的农友真的是靠天吃饭 我们的农作物如果价格好 我想生活就过得好一点 如果价格差的时候 我们我想农友的收入就会减少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上一阵子在新闻媒体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好多的风鲤农 好多的一些农民香蕉农 要到中央去抗议 到中央去丢水果 这些生产过剩吗 还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对农业的部分 并没有做到一个产销的制度 或是对销售的部分 有一些没有办法做一个配套措施 不是我们的政府官员吃吃香蕉 然后吃吃凤梨 这样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那尤其像我们南投县是一个 以农业为主 我们所有的农业 譬如往来 我们很多荷农国 每个水果都会有 这些水果如果如果没有办法 政府没有办法为这个 山肖制度这个方面来做好 我相信对农友是非常影响 非常多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讨论 要怎么来保障我们农民 有稳定的基本的收入 这基本的收入就是说 我们的介绍有怎么稳定吗 是今天要来跟大家谈讨的这个主题 我们要谈讨这个主题 之前来看 请各位观众朋友 来看一段新闻 南投县今年许多的农特产品 比往年还要大丰收 因此造成果件伤农的问题 县议员洪明科表示 还好县府及县农会 拟定了因应措施 收购水果制作加工品 南投县农会 也与收购盘商议定优惠措施 让农民有比较稳定的收入 尤其我们的翁来 我们的香蕉 我们的香蕉 我们的火龙果 都自销 我们的政府 这个时刻也都没挑出来 没做一个真正好的措施 好厉害 我们的南投县政府 南投县农会 提出真正大的作法 就是说把这些自销的商品 和农民来合作 来叫去我们的工厂 我们的工厂来跟南投 来采修 来加工 凤梨香蕉 滞销 影响农民生计 县议员洪明科表示 还好县府及县农会 拟定了因应措施 收购水果 制作加工品 南投县农会 也与收购盘商议定优惠措施 让农民有比较稳定的收入 今年大概可能蛮多的这个农作产量都较往年比较丰收 那所以延续会可能造成的有一些必须要后续处理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机制 那现阶段的话当然一方面我们考量大概不是生产方面的问题 而是后续的整个的通路的建构 那这个部分的话还牵涉到就是说 储存的这个仓储的空间跟冷链的系统 洪明科议员表示 如果农民栽种过剩时 希望政府能启动预警机制调整 来稳定农产价格 二国的财政过程的时候 要财政的时候 我们的政府就要拿出的真正好的办法 不要让他们过量 不要让他们过风 所以在这里政府一定未来 一定要关心我们所有的农民 所有的地方的东西 南投县盛产凤梨香蕉等农特产品 但近年来农作物产量与价格不稳定 县府及县农会都启动调节机制帮助农民 除了鼓励农民生产优质产品外 也福岛签订器做合约 并协助打出行销通路 以保障农民收入 记者王水仙综合采访报道 我们看到南投县盛产凤梦 我们南投县所行善的这些水果 及下几素材也好 比如说 肯定在消费时没人爱 可能变成三粒五十 什么在楼边在摆 像这种的就是我们农民 要收入一定价格 经济条件一定变败 所以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真的是非常担忧 我们南投县的农友们的收入 那要探讨我这个主题之前 要来介绍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四位贵宾 首先第一位是我们南投县民间所算帅的 首先第一位是我们南投县民间所算帅的 王明康王議員欢迎你 大家好主持人好 各位乡亲士大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是南投县民间所算帅的 王明康 你这乡亲士大千安问好 今天会请王議員来 最主要是 也是关聋会 关聋会胜部感受 所以特别对我们农友 照顾非常多 所以特别特别的 请我们的 王議員来 来参加 来听听他的意见 接受来介绍是 我们水利 姓伊 池池 池池 这四位贵宾 算帅的 议员 我们的肖季传 肖议员欢迎你 主持人好 各位来宾大家好 电视前面的 相信朋友们 大家午安 我是我们 第三选区选出来的议员 肖志全 是 肖志全议员 也是我们水里农会的理事长 所以特别请他来 也是 因为水里这个选区 农特产品特别多 包括夏季蔬菜也很多 所以特别请我们的 萧燕来 也就是希望来 来分享一下 我们那个地方的一些 蔬果 到底对农民的一个影响多大 接着要介绍的是我们南投县农会的总监事 曾明睿 曾总监事 欢迎你 主持人 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朋友们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南投县农会总监事 曾明睿 大家 是 谢谢 感谢总监事 因为总监事 县农会总监事 是我们南投县13个乡镇的农会的头 所以特别特别请我们总监事来 自从总监事 到我们县农会当总监事以后 对整个农业农会的一些领导 做了很多的改变 也带动了我们南投县很多的农业的一些政策 所以我们特别请我们的曾总监事来 接着来介绍是我们南投县政府农业处的副处长 林美珠 林副处长 欢迎你 好 主持人好 一位来宾大家好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是南投县政府农业处 我是林美珠 是 非常感谢我们的副处长 副处长是农业处 主导我们整个南投县所有的农业相关的 一个政策的问题 所以首先要来请教一下副处长 在这一次的农产品的滞销里面 我们南投县受影响的到底有哪些 这次我们南投县因为高山也有水 所以生物多样性 我们的水架和蔬菜 包括夏季的夏季蔬菜 还有我们的水果都多样 那这次来面所影响的 不像大家说金椒 今年的部分就是金椒 但是南投的金椒是三桌 品质相当的好 但是南部山龙过多了多少有影响到 到过去的介绍有差别的 这次红农国在南刀关里面 他的山龙面積和山龙相当的座 但是这次在中央农业署和政府的 大家配合资产 跟这些农会配合资产 有修宣启动产销机制 所以修宣还不可以算是很稳定 所以南投县的农油受损是比较低的 所以没有像其他县是那么严重 事实上这是因为 我们的是产品多样化 而且我们的产品品质比别人好 是吗 是啊 是这样子 翁来有稍微多一个人 但是整个机制上面来说 大家议会 大家这些农民大家帮忙政府的配合 配合政府的政策部分 应该来说是随害很少的一个管制 是是是 感谢我们的副主席 接着要来请请到我们的洪议员 洪议员你是我们军农会上部感受 那也是我们第一宣区算出来的议员 所以第一宣区其实也有很多水果 也有很多素材 所以请到议员 你对你服务的范围里面 所看到的农油 他们是不是这次有受损 还是有受影响 好 感谢主持人 在这次 在我们第一宣区的南岛和民間 大家都了解 在我们民間的最大众 应该是王来 应该是王来 尤其在这次在南部 王来会说 都乘客家没人来 但是我们南岛的王来 民間的王来 今年都有过量 也有过量 尤其在我们大政方面 很多的我们的宣民 农中辖联合 6块、6块、6块 说我们的王来 一斤不至10块 7块、6块 他们的本籍 他们的本籍 要11块 更符合到他们的本籍 但是今年都6块、7块 但是好理教授 我们今年南岛管農会 陈总监事与理事长相关 跟本人 大家共同 我们总监事来找 一位大量的杰钢羊 来把我们的王来杰钢起来 来做到我们的第二项 水构杰钢羽 我们的管農会 无等金的 再来出租 让我们的灵动口 逐一逐个作用 这就是我们今年 我们的王来 过量 价格没有人来说 我们管農会 把这个手势顺利 让我们的农民 感受得很好 但是所以政府 我认为说 农民所有材质的水构 他们也是一年少一年 但是今年 暂时不好 来影响到所有的农民 但是我觉得 政府和我们的 当地政府 都要收购 未来 不可以让我们的农民 绝编乎贵 因为他们一年少一年的王来 这未来 我们一定要跟政府 我们议会也好 管政府也议会也好 农业最好 我们要好多 来解割到南部 所有的农民 所有的生活 是 感谢宏颜 所以刚才你说的就像 我们的自销的水果 拿去做一个 附加价值的产品 对 能够让销入能够更多一点 不会自销 而且让农民的水果 能够卖得出去 我想 县农会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区块 跟我们县政府 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是非常好的一个状况 当然我是觉得 头头的议员 说了一句就是 我们的农友的成本 至少至少要让它构成本 你不让它构成本 它怎么生活 投资下去一年收一次 它如果没成本 基本上是经济一定败 要经济败 对经济的 我们整个南投县的一个经济发展 就会影响 所以非常感谢宏颜 接着要请教我们萧颜 萧颜 我们的双区 说实在 水果也有很多 所在也有很多 你赌到的荣营也有很多 所以在这次 产销失衡的状况里面 我们的双区有什么影响 感谢主持人 主持人刚才说得很好 这些农友都是看天吃饭 今年我们的双区 现在当地出的水果 它金椒和红龙果 可以说是最大种 报道是比较高 经济的水果 所以影响比较大 如果像金椒 刚开始的时候 这些农友就比较学本无贵 水果 水果 一顶要求五百三百 也有一百 所以一斤的金椒一颗 就是这样啦 三顶的金椒就一公斤一颗 所以对農友来说 这些是相当 相当对他们来说 这些要怎么说算会合不合 有时候他们的心态就是正当了 不过他们要怎么去消息 要怎么去吃我们的红龙 也好 还是金椒也好 让他们可以有一个出逻 这次也是说公众的部分 这也感谢我们农友和我们农友这边 这个冠金知道公众过剩 冠金就配合我们地方的农友 所以收购我们农友的红龙股 让他们去市场上的量 来调节到市场的数量 相对的就拉抬这个红龙股的价钱 像刚才跟红尼文所说的 红龙就是 我们要去找的秋香来打鼓杰 都在去直接打鼓杰冷凍起来 有时候市场上 他在市场上也能反买 来补充去台北一期二期的农友 相对的价格就拉抬了 我们在调节机制 我们农政单位也好 或者市场的机制 我们真的都择五旁贷 要怎么来帮助这个农民 因为其实数量的部分 我觉得要控制说都刚刚好 那是不太可能不可能的事 我们怎么要马上带动这个机制 我们农政单位 跟我们地方地线的农会也好 合作涉养 我们要怎么 以后有一个默契 要怎么去配合 才能够保障农民的生产利益 是 谢谢 所以夏宴讲到一个问题 这些自销的时候 不是说我们中央官员 到那边去吃吃水果 来宣传 这样就能够解决问题 那我们的配套做是在哪里 要让农民真的有一个信任 所以就像我们现农会说 我们提供冷藏库 让他们冰 或是说我们收购一些 来做这个互相价值的东西 所以这一部分 请教一下总监事 那我们对整个产销失衡的部分 您的看法又怎么看 是的 主持人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有关于我们农产 公销有失衡的这个现象 香蕉的加工厂 把我们的浇农 送到我们市场有分级 一顶二顶分金 我们把比较漂亮的 卖相比较好的 拿一顶不够 拿一顶不够 不够好计较 而且二顶三顶的 卖相比较不好 皮较好 我们就把它倒入加工 做香蕉碎片 香蕉干 我们就把它收钢入加工厂 这样我们的浇冬 我们就没有这个现象了 所以说我们没有 发生的香蕉滋销 我们的保管 就是没有这个现象 因为我们有 首先帝角到 知道有这个情形 所以说我们就有 行为很多动作 尤其是我们 中了的香蕉碎 一截丁蕉碎 都能够配合做这个 所以说我们把这些 较大量的金蕉 麦想较不好的 我们把它倒入加工 这个市场就稳定乱 第二就是刚才 我们我们的婚姻缘 他有提起到 婚姻缘 同样 南部的情形 我们的南部 是如何 我们目前 没法生这个 我们也同样 启动这个机制 我们就去找 我们的婚姻缘 这婚姻缘 跟婚姻缘的工厂 是变工厂 复合这些标准规范的 我们就来跟他合作 收购 我们的市民商 幻想较不好的日丁 以后的这些婚姻缘 我们把它倒入加工 我们的官僚 用显友的设备 组丸 我们就提供 较少的资金 给这个枪箱 只婚姻缘 放在我们的平台 冷凍口 明年 再把这些 这些婚姻缘 这些 再拿出我们的市場 来换收 所以辩论公 像王来来说 他如果不成功 这些婚姻要拿出来 那这就可以供应 所以我们发觉到说 我们县同会 有考虑到这部分 就是说 别的县市在滞销的时候 我们赶快处理我们自己的 我想南投县 就能够去解决 不会有一个 产销失衡的一个状况 那事实上我们都听到 别县市说去抗议 抗争 南投县到哪里去 我这事没有 这表示 南投县政府 南投县农会 还有各级农会 真的对我们的农民 非常关心 能够去想到 能够事先去做处理 能够解决农民的问题 虽然价格比较低 但是还是能够销售出去 而且还有他的一个希望 能够他的成本 能够足够的 所以刚刚我们听到 世卫国宾谈了这么多 大概就是 就我们现在的状况 来做分析 下一个阶段 我们来听听 他们认为说 我们的农业 怎么样来让我们的农产品 能够有一个产销制度 能够合理化 能够让我们农民 真正的福岛农民去 种出他们最好的水果 而且价格是一定是最好的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不要离开 拜拜 拜拜 拜拜